T5教练攻击机是台湾自主研发的一款第五代先进喷气式高级教练机 又叫T5永鹰 它可以在平战转换的需求下转换为攻击机的角色 从而执行空中防卫作战等任务 作用领域较为广泛 T5的首飞是在2020年的6月10日 它的出现将替代服役已久的AT-3教练攻击机 同时还将补充金国号战机上的空位 弥补了教练机与战机在数量上的不足 那这样一款被台湾寄予了厚望的飞机 其性能究竟怎么样呢 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研发出来的 为什么会被视为近年来台湾航空工业的救命稻草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教练机不比战斗机锋芒毕露 也不似轰炸机那般暗藏雷霆 但无论是哪种战机的飞行员 想要上天作战就必须驾驶教练机进行严格的飞行训练 在飞行员培训中 一般需要飞过初中高三级军用教练机后 才会分配到部队中执行任务 所以高级教练机的设计会相当接近一线战机 不仅飞机性能与作战飞机相近 其训练科目也包括了携带武器进行攻击等训练 换句话说就是 高级教练机通常已经接近该国一线战机的性能与武装携载能力 因此高教机也常常成为许多国家研发自制战机的敲门砖 甚至会以高级教练机肩负作战任务 如返游机 支援 空中巡逻等 而T5永英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极强执教能力的暴力老师 可按台湾需求执行培训飞行员的和作战训练的双重任务 之所以研发T5 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替代已经服役39年的AT-3 随着时间的退移 上了年纪的AT-3 其性能已经无法适应现役F16V飞行员的训练任务 同时台湾空军用于保持机队规模的F5战机 在历经多年的改进后 已经到了改无可改的地步 只能选择退役 可大量F5的退役意味着短时间内 台湾空军战斗机总数和机队规模骤降 会导致台湾空军无法应对日常的巡逻和飞行训练任务 因此必须有新的战机顶上来 故而T5永莹诞生了 那T5永莹的性能如何呢 T5作为高级教练机 一位支教能力极强的老师 它仅花费4年时间 便完成了从研发至首飞的全过程 虽说是在IDF巾国号的基础上研制 但却仅保留了巾国号20%的结构 其余80%都经过了重新设计布局 并且为了保证支教水平 它机体上许多重要设备 都选择了合作外购如战机座椅 是与马丁贝克签署的合作协议 起落驾驶引进的美吉特公司系统 最后凭借与空中客车 波音等公司长期合作经验 将所有引进的先进技术 都融入到了T5永莹中 不仅向台湾引进了先进技术 还让永莹老师成为了世界七大 第五代喷气教练机之一 那永莹老师是如何进行支教的呢 首先永莹老师将机体复合材料的使用比率 提高到了30% 这个数值可不低 要知道FR2与空客A380的复合材料 用量才在20%到25%之间 而复合材料的好处有很多 其用量多少 已称为衡量军用装备先进性的重要标志 复合材料具备如提高强度 韧度及耐热性等特点 比如在飞机结构上 主要使用的复合材料 是以碳纤维树枝机复合材料为主 它具有高的比强度和比模性 意味着较少的材料 就能承受更高的载荷 先进的复合材料比强度 可以高出铝合金6到10倍 不仅能大幅降低飞机的结构重量 还极大延成了使用寿命 另外永莹老师额外增加了内燃油承载量 延长制空时间并增加航程 这样既提升了飞行性能 又延长了自己的执教时间 其次永莹老师改变了 原有经过号的启动特性 将机翼厚度由4%增加到了5% 连接机翼的中段机身也略微增厚 整体看上去有点略微向上倾斜 同时T5永莹还利用后机身空间 增到了减速板面积 以强化落地滑行的稳定性 进而降低着陆速度 加上它轮距较宽 起落架也都经过强化 这样可使飞行员在培训时 迅速掌握基本的飞行技术 最后永莹老师首次采用了 地面辅助训练系统 使用了虚实整合 数位分身 资料链等新技术 可满足机种转换的前期训练 能高效培训飞行员 受训人员将不在 受时间 场地 环境 保障等条件的限制 可反复高强度地 在本系统上进行训练和考核 直至熟练掌握有关技能 培训效率高 效果好 而这也是GBTS首次搭载于台湾研制的军机 总的来说 永莹老师的教学质量是非常高的 作为高级教练机是一点问题没有 当然 永莹老师虽然指教能力强 但他的脾气也相当火爆 是一位非常暴力的攻击机 之所以说T5永莹是一位暴力老师 是因为他和浩南哥惠敏术一样 指教能力强 完全是因为自身武力值够高 这才震得住学生 在武器装备上 T5永莹能装载各星导弹 炸弹以及火箭弹 如空空导弹 它能装载两枚天剑或两枚AIM-9响尾蛇导弹 空地导弹能装六枚AGM-65小牛导弹 其中最出名的当属AIM-9 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款红外制导空空导弹 如鱼在发射时 它会发出阵阵声响 而导弹本身也倾向于射行方式在空中移动 故而被称为响尾蛇导弹 其最快速度 R440发动机时可以达到2.3马赫 VT1发动机时能有3.6马赫 最远射程为16公里 它能全方位攻击目标 最善于近距离格斗 最重要的是它的成本较低 且结构简便方便升级 据台湾空军的披露 在嘉义基地F16V等战机 现已挂载最新一代的 AIM-9X响尾蛇导弹 而天剑导弹是台湾自研的一种空空导弹 同样具有全方位目标追击与攻击能力 主要任务是拦截中进程飞机 目前在台湾装备的机种 有F-15EF IDF T5等战机 当然也可能装备在F-16上 因为天剑导弹 本来就是用来取代美制响尾蛇导弹的 台湾空军预计将采购1万枚左右的天剑一来替换 每枚单价约25.2万美元 目前天剑系列的最新型号天剑2C型 其射程已经提升到了100公里以上 速度提升至6马赫 其作战定位与AM120D导弹类似 是世界上最先进空空导弹之一 在炸弹方面 T5永鹰可以装数量不等的MK80系统炸弹 9枚MK20实演式极数炸弹 或两枚台湾自研的万箭弹 其中万箭弹全称为万箭机场联合摇攻武器 是万箭专案所发展的一种远距离精确攻击武器 可同时满足远距离超视距攻击需求 且具有一定的极数攻击能力 台湾军方主要用于破坏机场的跑道 让其起降功能瘫痪 也可以用于攻击人员密集地或雷达 在加装推进系统后 最大射程超过200公里 总的来说T5永鹰火力满满 单挑不虚 群有不怕 可执行各式任务 在机动性和动力方面 T5永鹰在机身设计上 较为看重低操作成本 以及较长的机体寿命 所以它的低阻力及高弓角的气动特性 与金国号极其相似 机动性很强 但最主要的变化 还是在航程上有拓展 金国号因为腿短 限制了其作战用途 但T5永鹰在试飞结束定型后 就拥有宽阔发动机舱和额外燃油 可延长制空时间并增加航程 不存在与金国号一样的腿短毛病 算是解决了台湾空军的一块新病 T5永鹰全长14.2米 高4.65米 翼展9米 其发动机采用的是两台F124-200TW发动机 它是AT3的TF1-731系列发动机的发展型 单台最大推力为28000牛 每小时耗油82.6公斤 可配合机身新设计装载 最大速度能达到0.84马赫 最大航程1350公里 此外 该发动机也搭载在意大利的M346教练机上使用 其轻载时可轻松飞到1.2马赫 战机其他方面也同样为永鹰老师 提供了教学与作战的帮助 如其采用的全玻璃驾驶舱 飞控系统以及航电设备等 虽大部分经过全新设计 但仍有系统 可以与金国号战机实现共享 能大幅缩短了飞训时程 并有效降低了后勤及维修成本 同时 它的机电整合和飞控操作软件 都可以在任务结束后再次编程 从而做到模拟不同飞机的飞行特性 以及战术特性 且这些系统与航电设备 大多都为台湾自研或合作生产 因此也更加方便维护 同时还能确保了日后的快速变更 其整体性能与功能 都要比金国号更先进 教学上替代了AT-3 作战上完美T弹F-5 补充金国号空缺达到了一举两得的功用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说T-5永赢 会是台湾航空工业的救命稻草吗 这就要从金国号项目结束说起了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台湾航空工业随着金国号项目的结束 也从热火朝天的费点降到了冰点 中间虽然有金国号的升级改进专案 详生 详展 再维系 但由于原先计划的高级教练机项目一再延宕 十多年都没有新项目 因此大量金国号的研发人才被韩国趁机挖走 不但成就了T-5精英高级教练机项目 还使得韩国航空工业这个后起之秀 有了超越台湾航空工业的趋势 幸好这个时候T-5项目出现了 给台湾航空工业有了重整旗鼓的机会 从目前来看 台湾空军现役的F-5战机 将于2024年全部除以共计43架 而AT-3高较机也有46架 机况好一些的40架美制高较机T-34C 虽然比AT-3能打 但同样是1984年开始复役 未来肯定也是需要替换的 由此计算T-5永英在未来十年 应该会有130架的生产需求 这已经与金国号战机的总数相当 其地位与影响 就像金国号当年一度成就台湾航空工业一样 可能会成为台湾航空工业的第二春 不过按照台湾制定的生产计划 T-5永英预计生产66架 目前已生产21架 其交机进度为在2021年底 生产两架交给空军 2022年交付8架 2023年17架 2024年6架 2025年18架 直到2026年6月完成全部交付 前33架T-5量产机 将优先替换即将出役的F-5机队 除此之外 还将向台空军交付26套地面辅助训练系统 其内包含16套任务计划系统 三套基本飞行模拟机 一套全功能飞行模拟机 一套地面实施监控系统 即一套飞行训练管理系统 以辅助配合泳英老师进行支教 提高训练综效 总的来说 T-5泳英是经国号之后 台湾动作最大的一次飞机研发行动 它弥补了低高端战斗机 以及教练机数量不足等问题 虽然它只是在经国号的基础上升级了一番 在设计上与经国号有很大的不同 但其作为教练机时 那股天生的教导能力绝对撑得上强大 能让准飞行员快速掌握飞行技巧和作战技能 而且在其作为攻击机作战时 其性能也不遑多让 要知道 目前能与永英老师相提并论的第五代高教机 也就那么几架 如雅克130 T50精英 M346等 换句话说就是 世界上没几个国家做得出来 并且能顺利服役的高教机 好了 关于T5永英老师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 请给一个关注和点赞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ina ? 谢谢观看